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都成问题 肯定没卸了吗 不一定 因为现在说法上 包括国际竹联呢 自己有个纪律审查委员会 他的那个头呢 昨天的说法是说 假如给当年他们选举投票 给卡特尔跟俄罗斯 只是因为贿赂的话 就不给他们办 请注意这个关键词 只是 就是说他们都申办要主办世界杯吧 对吧 申办主办世界杯 那他凭什么拿得到世界杯 主办权呢 现在就说如果调查发来 原来他什么资格都没有 什么优势都没有 全靠给了汇款 才拿到的话 那就不让他们办了 那要是又有实力又行汇 对啊 对啊 这个条件太枯克了 这真的说不出 没法说了 我觉得都不会有大影响 你觉得还会在卡特尔 我觉得还会 因为你太难证明 你太难证明说 我一点实力都没有 我一点优势 一点好处都没有 全靠我花了钱 怎么证明 这说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实力是不够的 还要行贿 你就能正大光明 看来国际 和国内都一样 这充分说明 我们习近平 王岐山的反腐起了效果 怎么反到国际上 FBI也是听我们指使 不仅中国内部反腐起了正何作用 现在国际上也到处风火 就是我们的风暴 东方的风暴往外吹了 对 这就是正气上升 有水平 东风压 徐老师一会不见 现在很有水平 因为我看他这个倒了 他倒了之前 前些日子我还看见这个布拉特 好像跟那发牢骚的 就是说 我不能监督每一个人 感觉就是说 他这个处境很堪于 那意思就是说 国际租联充满腐败 好像他 现在问题是 不是他不能监督每一个人 是因为他身边 所有人都在台 这不用他监督 就在眼前看着 你看那一大帮 那有什么根据 他一定就是清白的 其实没有什么根据 因为你想想看 你就等于你身边 被一群贪污的人围绕着 然后你做了这个主席 17年是吧 对 十几年 你在干嘛呢 怎么回事呢 他搞了很多花样 搞了很多花样 国际租协里边 他那个做主席的 这个条文啊 非常小的国家 都有投票权 所以他完全可以靠经济 听他的解释 就是说足球不是 一块黑一块白 一块黑吗 他的意思就全黑了 才有问题 对对对 有块黑有块白 这就是足球本身的 魅力 这是他的名言 对不对 这是足球本身的魅力 而贪腐也是魅力一部分 有黑有白吗 有黑有白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 我们在跟他 国际足联 这个反贪反腐 是什么权力机构进行 美国 FBI 对 这很多人就谈这个事 你知道这还牵涉到主权问题了 对呀 就是 首先你知道普京不是最近跟美国闹得挺不好吗 那普京呢 一来就因为 现在直接就牵涉到下一届 你去不去俄罗斯办呢 那么所以普京就发话 说调查这个国际足联 美国搞呢 是有政治阴谋 就是不想看着他好 就是不想让他办成 应该让柯格勃来搞嘛 对应该让柯格勃来搞嘛 但是所以我看到国内好像也很多评论都在说 美国是老几啊 是不是 他以为自己是个世界警察 国际足联都归他管 其实不是这样 是有 他有法律根据的 这个法律根据是什么 我们不要忘了整件事的导火索是从哪开始 是从一个国际足联下头有一个分支机构 叫做北美中美及加勒比海足联 就这几个地区的足联 包括美国 对包括美国 这个足联的总部在迈阿密 然后他的主席呢 那个好像叫Bazer 好像Michael Bazer 那个Bazer 他是美国人 这已经是法律依据了 就是你美国人在一个 总部设在美国国土内的一个国际机构犯罪 而那个Bazer就是已经承认被抓了嘛 就说他贪污嘛 而且most likely这个钱是美金 对 那还不行 那还不行 是什么呢 但是说他整个过程里面的洗钱 汇款 钱汇来汇去 整个过程 好像有一大部分 是在美国国土内发生的 那所以美国是有法理依据来调查 那他这个调查呢 本来他调查的就这个部分 然后呢 慢慢扩大 然后扩大之后呢 就跟瑞士合作 那瑞士合作就更有法理依据了 因为你国际足联总部就在瑞士嘛 但是严格说来 他是非盈利民间机构 对 而且他理论上啊 这国际足联啊 每年四十 他有四十八亿美元的进账 对 可是他不需要公布他的财务 对 他不是政府机构 他是一个 他不像任何人负责嘛 对 他在根据瑞士的法律 他不需要公布债务的 他不需要对民众负责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 Tricky就是他 如果以他国际足联本身 在瑞士的法律 保护下的话 你还没法查他 就是现在是因为他的分布在美国的这些地方 他是发生的地方也很有关系 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这个 你哪怕是在香港的国际公司 你在香港的这个国际公司 在香港发生了公司内部的贪污问题 香港可以 廉政公司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对吗 在中国也是一样 那个国际机构 如果你是有分支机构在北京 犯了法 那我们怎么不能查 当然能查 所以我是到后来 我很老了 我才明白 就是不要以为 偷自己公司的钱就没事 你这什么领悟 是 我后来 偷自己公司的钱 就没事 你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我是到了香港 我才明白 要有您的常识 我早去银行工作了 对 还是咱们公司 一个香港人告诉我的 我刚到香港 偷公司的钱也叫偷 我原来的误会是什么 廉政公署 我以为管的就是 公务员 政府 贪污腐败 到后来 到了香港以后 他们才告诉我 就是你偷自己公司里的钱 也可以报 廉政公署 也要抓你的 就是 就是这个 触犯法律 你知道你并不 哎 偷公司 是吧 我这件事情 我觉得中美应该有合作的 前景千里 难讲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对这个事呢 目前一般猜测 其实我们挺中立的 现在我们没有怎么表态 但是你看 注意没有 最近闻到啊 说话老是我们我们的了 那当然 你以为 他那个立交点 你以为 我最近发现 你以为最近 只有你水平提升了吗 闻到 都长认识了 你知道吗 闻到最近经常去瑞士 不是 他这个我们 我们的主体是谁 你没听懂 我们这边 他等我们的是北京 对 以前都是贵党 现在都我党 这个以前不是讲 不是脑袋移过来的 是屁股挪过来的问题 所以最近呢 你看他 我们 美国这事 我们这事 我开始还在想 我们是香港吗 不是 你不了解最近 感觉这事都是闻到定的 对对对 你不了解最近是什么情况吗 你再跟你讲讲看 然后呢 你看 你看我们中国这呢 怎么样去面对 布拉特这个问题呢 你看网民里面的反应 就知道 很多舆论 很多网民 他们基本上 好像现在几乎是 反正是美国干的事 我们都觉得有因 有问题 反美必反 反美必反 那么由于要反美 这件事情不能反 所以这件 那不 现在由于这件事 他带着反美情绪来看 所以他同样的 就好像要有点 帮布拉特说点话 然后同时 那就违反国家利益 对 而且呢 其实一向国际竹联 跟中国关系也不坏 也不坏 但更重要的是 要是俄罗斯 跟卡塔尔出了问题 咱中国 就是候选人之一 中国这些年 已经形成了 上下的一个共识 虽然咱们这个球队 现在还非常努力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 现在已经算好了 我们要是能争取 办一个世界杯 对于提高我们的 社会的稳定程度 对于增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对于我们足球水平的发展 都是利大于弊的 那就千秋强国梦就醒 不是醒了 就实现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成真了 我们现在的水平 最不行就是你 我发现你这什么主事 我说成真了 我说的意思是成真了 你可不就醒了 去广告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进了 对于是 然后 你知道 这样 现在 比较 你看你们整天曲解我的意思 我觉得实现了 不就你就醒了吗 对 你的梦实现了 那你实现了还不行吗 醒了不就是实现了吗 梦醒这是梦的终结 没有啊 这不叫实现 美梦成真了 不不不 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呢 你在梦里面非常美好 不醒了以后呢 你回到现实了 对 那这个叫梦结束了 对 另外一种呢 我做了梦 我一醒了以后 我知道我梦境是这样的 我在白天呢 就去努力把它变成现实 成真了 这就叫梦想 没有梦 没有理想 哪来现实吗 对对对 没有梦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 所以以后我们梦想成真 也能够讲成是梦想成形 对 你实现了你的梦 你就享受现实了 你还不行 有道理 也算有道理 所以说这个 但是我在梦中 我有一次生病 就是个语言问题 不是政策问题 心脏生病的时候 我在梦中 真的 我就是在上海 第一次心肌梗塞住在医院 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做个梦 梦呢 情景就是 17公里那个地方 就是17英里 就是一片海岸 其实是自己的 这个血管不通啊 但是梦里边 就是一个宽阔的海的一个场面 血管不通 会影响到你梦见什么吗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关系 但是总而言之呢 这个梦醒了以后呢 就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就对自己说 我将来只要有可能啊 我总要找一个海边的地方住啊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来解释 就是说一个美好的梦 醒了可能你 你当时是没有了 但是它给你以后的 你就说哎 中国办世界杯 咱们现在还一直是在梦里啊 你就做梦办世界杯 但是什么时候你要醒了 你睁开眼睛 哎 我都难以思议 如果2022年世界杯 他们真贿赂了 咱们就争办 不不 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问题在哪 就是为什么一直 中国也想申请 但我们也还 其实没有太积极 对 不算太积极 为什么 就是牵涉一个问题 根据世界杯的 这个国际竹联的规定 就你主办世界杯的国家 是自动成为决赛州的 对 决赛队伍之一 好 那你想想看 所以包括卡塔尔办 也有这个争议 就说你卡塔尔办了 那你卡塔尔就自动成为 占了一个名额 对 你能够去踢 你有这水平吗 当然有啊 我们中国不是也到韩国的时候 踢过一次吗 对 那一次 那真的是一个 卡塔尔的水平 中国应该在国际上是 差不多的吧 它比我们好一点点 我觉得基本上 好一点点 对 那所以问题就来了 就你说我们这两个国家 我们你比如说你今天 你真的能够拿去亚洲 你首先你要亚洲里面 站到那个位置 那人家担心的就是你中国 其实是不是人家不带你 我还混不进来砸这个圈 但你就想透过主办来 来进去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 我这个又操心 瞎操心别人的事 人家也不要我操心 我原来也觉得我们这样的水平 如果办 假如真有机会办世界杯 会不会就是 其实没有太大的光彩或者什么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卡塔尔可以 这我们当然也可以 我这是觉得第一 第二 就算你是足球强国 你做东道国 你也未见得就会赢 你看巴西 你看这世界公认最好的强国 在巴西踢照样会输 你也不用怕 当很多人是从政治来考虑 就是说你把民情散得很高啊 到时候失望会引发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我们的523上海 北京的香港踢球等等 有很多人这类的考虑 但是中国民众成熟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 今天中国民众 别的不说 承受中国足球队的失败的能力 是很 久经考验的了 徐老师 我是觉得你现在还操不着这个心 现在关键的太远了 不让咱们办世界杯 他已经想到咱们办世界杯 中国队也没赢怎么办 但你真的是一个整体车队 这是一个整体车队 你还在梦里 你还在梦里 这个人也叫生理 白天啊 就在准备晚上做什么梦 你还在想这 这穷迷的操心 就在梦里操心 你这才叫梦 梦里不知身是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 你还没当东道国 你还没当主人的 我们是主人 我要向我们到军 到时候我们输了 怎么办 但你说回这个国际竹联的事 但其实现在还有一个 本来他现在这么搞 我知道布拉特他辞职其实也有好处 当然他辞职之后 他还是暂时还在这个位置上 还没找到接班人 那么可是要是他不辞职 整个机构不彻底主改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出现 这个风险就欧洲竹联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足球 普拉蒂尼 对 另一个就欧洲竹联 欧洲竹联 欧洲竹联的主席 普拉蒂尼 就以前法国那个球星 我好像前两天听他跟我说 他没跟我说 他又跟你说 你有去做梦吗 我前两天听老虎 梦里托梦给我说 他说 他好像说 一个说了 说这个欧洲竹联 为什么还要跟国际竹联绑一块 就是说我们跟他可以完全 不跟他玩 不跟他玩了 再一个他又跟我说 有可能我当国际竹联主席 对 他现在可能竞选 不过他里面最穷 好像韩国也有人竞选 中东也有钱的人 反正现在很多人在来竞选 本来那个 另外一个当时跟 布拉特竞选是约旦的 是不是 反正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欧洲竹联 其实可以不用去竞选 他完全有实力 比如说 我自己办一个欧洲杯 欧洲杯本来就仅次于 世界杯的跨国赛 他当时曾经有一些 UVA的一些成员 就欧洲竹联的成员 提出过这么一个构想 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 我们欧洲 拜欧洲杯 但是每次欧洲杯 我都邀请中南美洲的强国 一起参加 那这就等于是世界杯了 几乎是 霸权了 这就霸权了 你比如说世界杯 坦白讲 当然我们球迷都希望 世界各大州都有 有非洲 有亚洲 但你说起来 真正在玩的到最后的 也还是那几个国家 但是世界杯还是有一个 世界和平的某种象征 跟奥林匹克一样 他不管怎么样 他除了照顾足球的强弱以外 他还是每个州都有一个 他不完全凭实力 对不对 他还是分名额 所以他总体上 他起的政治作用 也还是有 我跟你说 你今天徐老师讲 他今天这个 是欧洲杯吧 不是欧洲杯 欧冠 欧冠杯 欧冠杯 本来我想看 但是我没看成 他这个是在哪看的 你知道 他在那个 暗博 无常 你这些常去东莞 不是 香港你以为就没这个吗 对 我这天白天搬家 搬完家 晚上只好 睡伤了 搬完家以后 我的电视就没接上 就看不了欧冠了 巴萨那个比赛看不了 那我当时本来还想去深圳 后来我就想 香港有健康的 按摩的地方 去了以后 结果这个也是个全新的体验 那个下面坐满了 位置都没有 每个人都等着看球 然后他们其实 很多人都不完全在看球 他一面看球 香港的那个台的转播 一面不断的在报 那个赌场的行情 对 他们要一个进了球了 他说现在谁谁 谁谁GPP 谁谁GPP 谁进球GPP 不断的在报赔率 然后周围的这些人 他们对球场的反应 你也看不出 他到底是支持油闻的 还是支持巴萨的 他们那些反应都很奇怪 你知道该叫的时候不叫 该叫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因为 挺无聊的 对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自己买了一定的赌球 对 当然 到最后一秒钟 三比一嘛 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因为二比一三比一 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 三比一好像赔率开的 对 所以他们就一片狂欢 整个股场啊 整个股场一片狂欢 为什么 不打那不 他们买三比一 那这个赔率就大 就一下钱上去 这个性质就全变了 我以后再不去这样的地方看球了 再也不去了 不是 我问你 按摩的技师跟着一起欢呼吗 按摩技师睡着了 按摩技师 什么一场 在香港的股场 技师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按摩的好吗 按摩的一般 我想说回那句话 就康德说的 美的定义要非公立 对我来说 看球是一种美 是一种力量的美 只要利益分分钟渗透在里面 那就破坏了我看球的审美 所以我也是从来不赌球 所以我在这一点 最基本的立场上 那你就不理解赌徒的审美 对 那有审美吗 赌徒的审美 那就另外赌徒是 对他也陷入另外一种 真的有 这个咱们去了欧洲的那个下都 叫巴登巴登啊 你觉得那有一个赌场啊 托斯托耶夫斯基 托斯托耶夫斯基 专门有一篇 赌的破产吗 因为我去了才知道 就是俄国这个著名作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 曾经流落在里头很长时间 然后我跟你说 跟澳门呢 跟拉斯维加斯那个氛围啊 完全不一样 我去就进门进了三回 就穿这个不行 回去 幸好酒店也很近 穿那不行 回去 最后你一进去啊 不像个赌场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上流社会 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 一个party 然后呢 哎呦 衣箱并领啊 穿着礼服 包括他有那个吧台 咱喝酒 然后你到另一个空间 你才看到 基本上就是俄罗斯轮盘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完全没有 咱们在赌场里 看见那种 没有这种的 就是好像每个人 对这个胜负啊 完全就不在意 就是冷这个脸看 夸赢了 输了 拿着杯酒 都到一边去了 哎呦那种 我就想象 德文他在里面 穿那个西装 燕尾服 换了三次 换了三次 燕尾服进去的 一看 又输了 有点像007的那种 对 蒙尼卡罗那种 那种感觉 对 所以他也有 他也有他的 不让进 你得穿个西装 所以那贵族份的 像你说的 看球的这种审美 也是属于大众型的 是吧 看足球这个东西 你说我喜欢巴萨 我喜欢阿森的 那我看这些球队踢球 他赢了 跟我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一点都没有 而且我还 我为了要看他们球 我还得付出代价 对 睡一睡的少 半夜起来 是吧 然后你 所以说你 就是这种情况 你是完全没有 任何实际好处 对 所以徐老师 在这个股场里 你真是身处 众人之中 就那种众人结罪 我独行 对吧 众人皆醒 我独罪 你独罪 但是众人 其实也都罪了 众人是在利益 这块待着 都罪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张基龙呢 就现在就变成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来我们这里 做个节目 他现在是什么官 他是亚洲主席 他中国主席的 他是亚洲主席的 那么照理说 这个风云当中 中国其实是很重要的 一个角色 我 我们那天做节目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张主席 是稳重有余 他不像一个非常 我设想要是是何正良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们中国在国际主谈上的活动的空间会更大 他现在说他退出 他不参加竞选 然后他又跟人家说 这不是他个人决定 是中国主协的组织决定 这是公开说的 换言之他就是说这不是他个人的 因为中国虽然这个主协是一个民间机构等等的 但我们这里国内的主协是一个政府机构 或者说是办政府机构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举办世界杯 我想我们无数小民啊 我们重要的不是一个世界杯 重要的是在这个筹办过程当中 你知道中国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 你有一个东西生了疑了 我本来觉得生疑是没什么意思的 但是你发现他得到了什么世界文化 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当地的很多活动就当然也有好有坏了 但至少怎么样得到了进展 我们中国要是有一个若干年后 越迟越好 在某种程度上 22年还更好 要是有一个世界杯的话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政策倾斜投资 包括国家的体育政策都会往这方面改善 而且以咱们办这个奥运之力 你可以想见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要给我们办世界杯 哎呦 那会不会弄出个创纪录来 咱就算球踢不赢 团盆还办得好 对 这家伙全民动员办世界杯 南非也没踢得怎么样 然后都说地铁不让打 至少天空就可以做到了 蓝天 天天都是蓝天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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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天之下 但是呢 我想说就是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已经很认真在做足球了 我觉得这最近也认真 而且最近的球队表现也比以前好了 可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你很难讲 它到底是政治还是不政治 你比如说 像我们都觉得国际竹联 其实这么多年来 球迷对国际竹联就很多意见 因为他有太多丑闻 太多问题 而且有些事呢 就是你比如说谁主办 谁不主办啊 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也就证明那句老话 就是缺乏监督的权力 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容易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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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 权力死人腐化 英国人 对啊 你用球迷角度讲 坦白说 我又不是那些主办国 你哪个国家主办 跟我们没多大关系 那有的事是球迷会关心的事 现在就发现有问题了 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世界杯的时候 有一场 是爱尔 欧洲在 找这个 在打这个比赛 看谁能够入围决赛周的时候 法国跟爱尔兰打了一场 亨利 当时有一个手球 手球进了球 结果法国赢了爱尔兰出现 那全世界球迷盯着的 你再喜欢亨利 你都觉得爱尔兰不公平对他 他输得太不公平 你因为对方有个手球 那这怎么能这样 当时他都在骂 但国际竹联就护航 就让了他过 那么后来呢 最近因为查国际竹联的事被揭发 原来当时爱尔兰竹联很愤怒 他莫名其妙 他们国家就被淘汰了 因为一个手球 所以他们呢 要法律起诉 结果国际竹联就吓走了 吓走之后怎么样 给了五百万 这么解决 解决了 私了了 私了了 这是爱尔兰最近出来自己说的 我们给了五百万才搞定 这算 爱尔兰怎么就缺钱了 爱尔兰真是 五百万就搞定了 那你想想看 你这种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对我们探球的人来讲 你这搞成这样 那我们还探什么球呢 这是跟布拉特有关吗 雪花唇生 匠心营造特约之 枪枪三人 你这种